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入文时间是礼拜一 早上的10点13分 大涨303点 再创历史新高12686 原本是12682 现在是12686 那主要原因 台积电一支独秀 带动整个相关产业 全部大涨 你看台积电今天涨停板 占家群指数就305点了 就305点了 所以都被台积电一家给占满了 那加上相关行业的上涨 其实今天反而这种行情不好 这种行情不好 因为这种行情变成 资金会集中到少数股票身上 那反而很多会受到排挤 反而会大跌 这种行情变不好 我们是不喜欢看到这样的现象 但操作台子期的可能会蛮开心的 因为指数在冲 礼拜五欧美股市是下跌的 然后因为科技股涨多 加上疫情升温 所以欧美股市礼拜五是跌的 但美国股市没有跌很多 欧洲跌的比较多 那欧洲是补跌 那可是在美国股市里面 科技股 英特尔 礼拜五大跌16% 这个原因我跟大家讲过 自成落后 所以英特尔大跌 受惠的AMD大涨16% 同时台积电大涨将近10个百分点 台积电的ADR 在礼拜五是大涨的 大涨了9.7% 那现在也传说可能 英特尔的订单 因为技术不够也不行 应该要自己研发 只会耽误掉生意而已 所以可能英特尔的订单 也会转向台积电 如果连英特尔订单 都转到台积电的话 那不得了台积电会塞爆啊 所以台积电大涨 其他科技股 美国科技股普遍都跌 所以台北股市有台积电在 今天亚洲股市是几乎都涨 只有日本放了四天价 所以补跌 今天南韩也涨了1.2% 所以台北股市间 在台积电的推动下 其实大多数都是跌的 只有少数跟台积电有关系的 像台积电 当然它自己本身大涨 这就没话说 那台积电日月光头控 也快涨停了 所以跟大家讲过 我一直跟大家讲日月光 每年7到10月多头 台积电那种key one 日月光一定会跟上来的 日月光也快涨停板 5347的 世界先进也大涨 联电 但联电的技术是没有办法接 先进制程的订单 可是听说8寸厂跟12寸厂 单子也塞蛮多的 所以联电台积电两支一起涨 那同时台积电家族 3374的精彩 3443的创意 虽然业绩不好 可是妈妈很好 所以跟着一起被带上来 所以这种行情指数看得很 会让人家有点兴奋 可是实际上个股并不好做 因为整个台子期的部分 全部集中到指数都集中到 个别少数几只全子股身上 那其他反而被排挤 被排挤的结果 反而跌的加速特别的多 所以还能够长的 就一定里面有特定的人 你看哈宇伯德我 45块钱卖掉 现在剩42了 金像电继续加空 礼拜五虽然跌了4% 外资礼拜五继续加码 好 外资礼拜五继续加码 6816张 所以说不要去乱空 那空很危险 你抗担就算了 抗担就算了 抗担就算了 你看金像电还是继续加空 今夜目前还在平盘很稳的股票 保存我今天是撤退了 保存我今天撤退 因为它跌破了停损点 我跟会员讲 停损点守在28.3% 那如果破28.3%那就先退 撤一口赢 我们是29.3%买的 28.3%破退 撤一口赢 因为停损点到就到了 如果它真的要涨的话 明天除息 除息后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可是原则上破停损点 我们还是会一计划撤退的 撤一口赢 先把钱收回来再说 所以这种行情完全是看个股的表现 今天反而 稳帽大涨 因为又有法人调高稳帽的目标价 喊380 那380今天最高333.5 市场还是有点在等 明天的法说会 因为明天法说会里面 稳帽会公布半年报 我跟大家讲过 稳帽比较难估计的是 它的毛利率有多少 因为第一季毛利率拉太高了 43% 第二季毛利率只要能够维持在40% 那就不得了了 今天双红一度 涨高到214.5 那现在掉下来 双红长线看好是没有错 可是短线指标有点高 所以操作上就不要去追高 今天在电子股里面还算稳的股票 因为今天很多电子股都跌的还蛮重的 原相 今天上来了 所以说这里即将整理结束 准备要做第二波的行情 我们第一波174买 240230卖掉 现在准备要做第二波的行情 今天在排面上 一样算是强势的股票 黄金交它快出现了 也是整理三个月喷出去的 所以说你要找这样的标的 你就放心 金融店今天跌的比较多 我们礼拜五的时候 37块上面37块是先没掉 礼拜五量很大 外资是礼拜三 礼拜四大买礼拜五杀出 礼拜五外资卖金融店 卖了5698张 几乎把礼拜四买进去全部都 杀了出来 那这个下来再买啊 我们只是做差价而已 39块卖一次 304买回来 那现在37.4卖 下来我再接回来 金融店长期还是好的啦 只是暂时不会那么宽 因为你这里要打底啦 要打底 所以打底的时候 买高来求就好了 今天联发科也水涨船高 因为外资卖了很多股票 可是外资舍不得卖的 像联发科他舍不得卖的 他就越喊越高 现在703了 所以现在完全看 在台积电大涨之下 很多股票被排挤 网融已经上到跌停板了 所以说涨高的业绩烂的 你一定要避开 你看网融这一波 100已经快到60了 网融本来业绩就很烂了 连亏两季 第二季业绩也不怎么样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 代理的游戏 不是一个很热门的游戏 游戏软体本来就是很现实的 你代理游戏好 自然你就能够吸引到很多的玩家 那你代理游戏不热门 那人就不会来 那就不会来很现实的 今天红海除完溪之后 也是呈现暂时 气泉的一个味道 因为红海现在有 红色供应链在抢单的问题啊 所以市场观望气氛 会来的比较浓厚一点 今天今天的逸光 有秘密LED 话题的炒作 可是业绩还是亏损的哦 要小心哦 话题归话题 实际业绩还是亏损的 水操作上要小心 我还是比较坚持 要做业绩好的股票 会来的比较稳 历程的修正已经快结束了哦 有特定的买盘 有特定买盘 再接这支股票 再跟外资换手 等底打完之后 这个第三季跟第四季的业绩 依照公司在法说会上面讲的 第三季第四季 还是会比去年来的好 那去年下半年是 4.74 今年上半年是4.26 那如果说下半年比 去年下半年好的话 那么今年EPS10块钱 公司的预期还是能够达 还是能够达标的哦 礼拜三望宏要 开法说会要报财报 这个财报发布完之后 一切如果明朗化 望宏要注意 33块钱的平台 要注意 华晴 维新 技嘉 这个还在高档 高档股票我就比较没意愿哦 因为英特尔的关系 难免也都会受到干扰 所以行情 难度越高的时候 你悬股要越小心 涨高不要去追 买底部的 箱形整理过的 尤其近旺季的个股 这种安全啊 你要锁停水也好锁啊 你可以跟上我们 台股特快车的行列 你可以跟上台股特快车的行列 我来找箱形整理结束 刚发动的个股 像日月光啊这种 我们负担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